我們會看這間568呎的兩房半 進來有一個長型的下飯廳 樓底也挺高的 3.15米高 看過來 露台是用劏門的 但是露台偏小 因為它仍然用一個舊織的設計 即是在工作平台和露台分開 但是它是景觀OK的 實用性來說 它這裡就是龍湖再加寶梨 它自己本身定位都是一個超級豪宅 所以用的配料或者用的家具 都是頂級的名牌 有洗衣機、雪櫃這些 所有家店全部都是陷入式的 名牌家店例如Miller 然後這裡有些做好的儲藏櫃 酒櫃也有 上面也有很多的收落空間 伸縮的水龍頭 工作桌面已經夠的 洗衣機就在這裡 然後如果入門位 這裡就是入門櫃 上面就可以放一些隨身物品 這邊就有一個 類似在一個工人房 或者是一個食堂房 你可以放一下 這些衣服都OK 然後我們再轉過來 就是兩間睡房的位置 睡房都是2米1乘2米3 那這裡有一點窗台 現在窗台是送的 又落地玻璃 如果這邊看出去 一會就看回內圓 如果高層一點會看到海 這裡就是浴室 浴室你看到其實它都挺漂亮的 所有東西都很漂亮的 用一個浸浴 然後洗手盤都很大 很難得做一個很大的洗手盤 這些收納量也很多 有轉過來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是OK的 擺位置上這邊擺床 兩邊落土床 那邊做衣櫃 這邊還有一個工作露台 可以走出來呼吸 或者開一個質窗 像這些單位以前賣 大概1200到1300 都OK的 你覺得整整